随着全球气候变迁加剧 严重干旱的频率也不断增加 作为全球第四大小麦出口国的阿根廷 日前宣布批准种植与贩卖一种耐旱基因 转化的基因改造小麦HP4 成为全球首例 如果您用了核酪和核酪和核酪 您可以做到双种种 每天的种种方式比较平均的 在针对HP4小麦品种进行的十年田野实验中 在干旱情况下平均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二十 但也有专家表示 国内外消费者担心基因转值股物制成的产品 会对身体健康与环境造成影响 要销售这类基因改造生物是有困难的 而且基改与非基改的生产难以分开 因此没有国家批准使用基因转值小麦 这种抗旱的小麦品种HP4 是由阿根廷深化公司Biosiris 吸收国立大学与农业部旗下的 国家科学及科技研究委员会所研发 由于巴西是阿根廷最大的出口市场 2019年约有45%的小麦试出往巴西 阿根廷的基因改造小麦 也必须获得巴西核准才能进行商业盈利 Biosiris执行长杜鲁也坦承 要让巴西也批准这项基改小麦 可能会有难度 但这项技术渴望为大豆 玉米 和其他农作物带来重要贡献 无疑是全球农业发展上重要的科学进步 中央社综合报导 还没有交易 它练得更多质价 都在交易中央社里面 这种部份是一样的 台湾上满端 一层领台水苗 现在是夸鱼 大农雪